第343集 让顾临北查真相 顾少打完电话后没有马上离开,而是直直地站在那里。 高大修长的身材,看着虽然有些落寞,但是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生人物尽的气息,让人觉得有点陌生,也有点发怵。 在别人眼里,更多的是看到顾临北吊儿郎当的样子,很少看到顾临北神情这么凝重。 你在这里啊,顾少。 身后传来一个温柔甜美的女声,来的人是这部戏的女主角,阮丝丝,跟顾临北搭对手戏的,家世背景都很不错,心里也一直忠意着顾临北。 只不过,顾临北一直是吊儿郎当的,也没有把谁真的放在心里过。 顾临北头也没有回。 我一会儿就过去。 顾临北以为,阮丝丝是过来找他或去拍戏的。 嗯,还没到你的戏份,我只是过来看看你。 阮丝丝连忙说道,语气里满是关切。 关于顾家的新闻,阮丝丝已经看到的。 因为爱慕顾临北的原因,阮丝丝之前借着机会跟顾丝丝也成为了朋友,还是很不错的朋友。 今天那新闻对顾丝丝的影响很大,对顾家当然也会有影响,所以顾临北才会心情这么的不好吧。 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,如果有女人过来安慰他,这个时候,男人最容易对一个女人改观,对一个女人动心。 没有什么好看的,顾临北抿了抿唇说道,语气冰冷,神情冷漠。 以前顾临北多少会吊儿郎当地说两句,有时候甚至会调戏一下他。 不过,他对哪一个女人都如此,从来都没有这么严肃,这么生气过。 阮丝丝心里也有些后怕,不过也知道他心情不好。 阮丝丝硬着头皮,把自己带过来的水滴了过去。 顾丝,网上的新闻我看到了,一定是有什么误会,萧萧不是那样子的人,你不要担心了。 他轻声细语,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。 顾临北终于转过了那一张极具魅惑的脸,棱角分明的五官,夹上了桃花眼魅惑人心, 周身透出一股邪似霸道的气息。 软丝丝微微一正,顾临北那邪魅的桃花眼,暂发着冰冷的光芒。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冷冽的顾临北,心里多少有点害怕。 他本能地想要逃,可是双脚却像是灌了牵一样。 他刚刚其实还想说,就算是真的,他也会想办法帮助萧萧的。 毕竟他知道顾临北对顾萧萧的感情不一般。 只要能让顾临北让自己动心,让他付出多少他都愿意。 就像这次演的这个片子,最开始的女演员并不是他,而是另外的演员。 可是因为他的流量比较好,家里也有些能力,就把原来的女主角给换成了自己。 你怎么就知道是不是误会?你怎么就知道萧萧不是这样的人? 顾临北冷冷地开口说道,胸口有口怒气,无法发泄。 这也是顾夫人刚刚跟她发信息说的话。 就在顾临北等助理电话的时候,顾夫人又发来了好几条信息。 意思就是说,顾萧萧肯定不是这样的人,一定是夏末挑拨穆罕诺,故意制造的假新闻。 那个夏末就是太恶毒了,想要置顾萧萧于死地。 让顾临北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把新闻压下去。 要不是顾萧萧这一次自杀没事,下一次就不一定了。 当然顾夫人说的话没有这么的好听,一边是兄弟,一边是自己的妹妹。 顾临北不相信穆韩宇会故意抹黑顾萧萧,可是为了夏末也不一定。 顾临北不愿意相信顾萧萧会做出这样丢脸的事情,可是心理上却也渐渐地更相信了后者。 应该是顾萧萧真的跟林二少爷开了房,然后才让穆韩宇给曝光了出来。 顾临北的心理烦躁得很,本来就想站在这儿静静,可是软丝丝却没有看出来,过来骚扰她。 正好一下子怒火无处宣泄。 软丝丝被顾临北哄了一下,整个人都懵了。 怎么会这样,难道她进来的方式不对? 顾萧萧是顾临北的妹妹,而且顾临北也一直十分疼爱这个妹妹。 这个时候不应该替这个妹妹说话吗? 可是她,她是你的妹妹,我相信她。 软丝丝结结巴巴地说道,漂亮的眼眸里阴晕着淡淡的泪光,让顾临北看得更加烦躁。 你要是没有什么事就赶快滚。 顾临北嘀吼了一声,声音冷得像六月里的飞雪。 软丝丝也明白,她好像来的不是时候,本来想在顾临北不高兴的时候过来安慰安慰她,让她心情好一点。 可是没有想到,顾临北生气的时候是这么的恐怖。 软丝丝不想走,不想离开这难得的独处的机会。 可是顾临北冷冽霸气的语气。 她要是不走,估计顾临北的眼神都能够把她临时处死。 所以就算是不情愿,软丝丝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。 顾临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 今天助理怎么办似的,这么久都还没有回电话过来。 伸出修长的漂亮的手,按了助理的电话。 助理很快地接了电话。 查得怎么样? 顾临北冷冷地问道。 顾临北很少这么生气, 电话那头的助理也知道顾临北这是真的生气了, 而且是很生气。 立刻畏畏缩缩的明哲保身地说道。 顾少,我也刚是要给你打电话。 到底是什么情况? 顾临北抿了抿唇又问。 助理浑身打了一个颤, 好像是怕顾临北再次发火一样, 小声地开口说。 小小小姐真的跟零二少爷开了房, 不过…… 助理犹犹豫豫的,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, 她一时半火, 不知道该怎么跟顾临北汇报, 可是顾临北心里着急呀。 不过什么? 助理只好赶紧地把话说完。 不过我查了视频, 我感觉小小小姐并不是自愿的。 小小小姐是从万豪国际的会场里面出来, 然后去的是金碧辉煌, 那天小姐的心情似乎十分地不好。 我查看视频的时候, 发现零二少爷是从万豪国际一直跟着小姐到了金碧辉煌的。 刚开始, 她也没有跟小姐在一起, 后来小姐喝多了, 她才过去找的小姐, 小姐就跟她离开了金碧辉煌。 我看视频, 小姐离开金碧辉煌的时候, 状态是不太对的, 但是收集到的那些视频都是比较模糊的, 看不太清楚。 我也不确定小姐是喝醉了还是喝药了。 助理一口气说完, 就差点没把自己给噎死。 古灵北的眉头拧得像一条绳子, 咬牙切齿地说道, 零二少爷。 就像是要把零二少爷生吞活包了一般。 还有一件事。 助理又开了口, 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说。 什么事? 古灵北的声音冷得要把人冻住了。 助理的脊背一阵地发凉, 然后说道, 从万豪国际那边打听到, 有人说中秋晚会是小姐让零二少爷吓得多。 轰的一声, 古灵北像是被雷劈到了一样, 完全震惊地待在了那。 穆海宇这两天为了这事焦头烂额的, 古灵北基本可以肯定, 这个消息应该是穆海宇让人给放出来的, 故意让他知道的。 如果穆海宇想要让大家知道, 早就把这个消息登陆报纸了, 而不是指进他的耳朵里。 大明星在万豪国际的晚宴上给人下毒, 导致两百多人中毒, 这个新闻多劲爆呀, 完全可以转移公众视线, 并且替自己的公司澄清真相, 挽回损失。 顾少,顾少, 少爷。 助理听到电话这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, 都没有声音, 担心地叫了好几声, 还是没有人回复他。 顾灵北好一会儿, 才从震惊中回过审来,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穆海宇会这么的生气, 原来他请顾少少去万豪国际, 不只是给他机会。 顾灵北让助理把万豪那个传话的人, 原话重新又说了一遍。 助理认真仔细地想了一下, 然后开口说道, 万豪国际下读的是零二少爷, 而同一个晚上, 顾潇潇跟零二少爷开了房, 所以上面的人怀疑, 顾潇潇应该是因为妒忌, 而跟零二少爷有所…… 有所什么? 顾灵北生气地开口问, 这个助理今天是怎么回事, 工作不想要了是不是? 每次都要留一句话不说完, 以为是在写小说。 助理浑身颤抖, 在电话那头咬了咬嘴唇, 之前万豪国际那一边传话的人, 好像就说到了这里, 后面就没有再说了。 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, 而且他召集着答复顾灵北, 也没有再继续往下问。 这被顾灵北意吼, 他都有点记不清了, 当时那个交接的人是说得油染, 还是没有说他都忘记了。 就有所…… 后面是省略号。 助理想了一下, 然后才确定地说, 他的心里有点忐忑, 不知道这样说, 会不会让顾少给骂死, 可是没有, 顾少那一头反而安静了下来。 有所省略号? 有所忍? 有所勾结? 还是有所什么? 顾灵北宁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, 这才明白过来穆罕宇这是要干嘛。 穆罕宇觉得灵二少爷下的毒, 可是没有证据。 他怀疑顾少骁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信息, 所以早上让顾少骁去万豪国际给他一次机会。 可是顾少骁并没有珍惜这次机会, 而是闹出了一出自杀的闹剧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顾夫人一直说是穆罕宇跟夏末逼的顾少骁。 可是穆罕宇找顾少骁过去, 为什么顾夫人也会一起过去呢? 顾少骁搞的鬼。 顾灵北算是终于把今天的事情捋出了一个头绪。 穆罕宇什么都不告诉他, 让他自己去查。 这样顾灵北才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, 自然就不会跟他有所个应。 因为顾少骁犯错在先, 而且错不悔改, 一错再错。 如果说把夏末的照片放到了晚会上, 毁了夏末的名声, 是可以解释说顾潇潇任性, 小打小闹, 似乎可以原谅。 但是晚会中毒事件, 关系到两百多个人的生命, 那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 有的事情, 小恶也是种恶, 小恶不阻止, 它就会变成一种大恶。 所以, 穆罕宇正是在惩罚顾潇潇, 而且, 这有可能就只是个开始。 穆罕宇正是让顾灵北来查这件事, 一是他相信顾灵北的为人, 二是他是顾潇潇的哥哥,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冤枉顾潇潇, 可是顾灵北他不会。 顾灵北那斜色的脸上, 像是抹了冰一般。 去查灵二少爷, 抓到了给我狠狠地揍一顿, 然后给我绑起来。 顾灵北咬着牙开口说道, 助理终于等到了顾灵北的回话, 可是顾少爷这话, 却吓了助理一跳, 现在顾潇潇的事情, 已经脑得沸沸扬扬了, 当下最着急的, 应该是先想办法把新闻给压下来。 此刻少爷不去把新闻压下来, 反而要去抓灵二少爷。 灵家的势力跟顾家的势力也差不了多少, 抓了灵家的二少爷, 灵老爷能善罢甘休, 那新闻闹出来, 对顾家可不是一般的大。 助理知道, 顾少爷这是在气头上, 连忙颤巍巍地劝说道, 少爷, 这抓灵二少爷, 恐怕夫人那里不好交代啊。 助理也说得很委婉, 按我说的去做, 抓灵二少爷的人, 去找宋助理要, 他会配合你。 夫人那里, 你嘴巴给我闭紧一点。 顾灵北说着就挂了电话。 顾灵北挂完电话, 去那里站了一会, 然后给顾夫人发了个信息, 让他在顾萧萧醒来的第一时间, 给他打电话。 顾夫人以为顾灵北是在关心顾萧萧, 毕竟顾灵北从小就挺心疼顾萧萧的。 只是他不知道顾灵北之前有多疼爱这个妹妹, 此刻就对这个妹妹有多么的失望。 顾灵北这里还有一堆戏要抓紧拍完, 然后再回国处理顾萧萧的事情。 他去跟导演商量了一下, 需要在这里拍摄的镜头全部在今天拍完, 剩下的有些镜头回国拍。 实在不行, 等他处理完事情之后再回来补拍。 跟导演敲定后, 顾灵北就去化妆准备开戏, 软丝丝看到顾灵北走过来。 心里很是高兴, 他很想走到顾灵北的身边, 但是看到顾灵北那邪魅冷冽的目光, 又生生地忍住了。 万豪国际这边, 夏茂被穆罕宇吻得嘴巴都肿了, 穆罕宇这才心满意足地放过了他。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那些患者, 再不去的话, 天都黑了。 那我就走不了了。 夏茂留着一句话, 没敢说出口。